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粤语版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新闻要分享 首先,中国的银行股价因为中国证监会呼吁企业提高股东回报而大幅上升 这不仅提升了市场信心,也让投资者感到振奋 接着,阿里巴巴计划发行美元和人民币债券 筹集约50亿美元来偿还债务和回购股票 充分利用当前的低利率环境 最后,UOB与上海金交所签署了一份量解备忘录 旨在加强两地在黄金市场的合作 这对于东南亚的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主要银行股因为证监会呼吁上市公司提升股东回报而上升 42加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银行指数在周一上涨超过2% 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大行的股价均上升至少2.9% 表现优于恒生指数的0.8%增幅 证监会的新指导方针要求那些市价低于账面价值的公司制定计划以改善股价 这使得银行股受到市场的青睐 该指导方针只在提高企业治理、促进股东回报 并要求公司每年评估这些计划 对于持续低于账面价值的220家公司、银行和房地产行业的公司数量 占据了其中的41和34家 南华早报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计划发行美元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以帮助常还债务及资助股票回购 据报道 阿里巴巴的目标是筹集50亿美元 并利用低利率环境进行资本补充 阿里巴巴的债务在9月30日达到2022亿元人民币 较3月30日增加18% 这家电商巨头在过去一年中进行了积极的股票回购 已经投入147亿美元 并计划进一步扩大回购计划 尽管阿里巴巴的股价至2020年底以来下跌了70% 但其收入和利润却持续增长 尤其是云计算和海外电商业务的强劲增长 南华早报报道 新加坡的大华银行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以加强跨境合作 这项备忘录是新加坡与中国人民银行在双边 合作会议上达成的合作倡议的一部分 根据备忘录 双方将针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合作 并利用中国的黄金供应链优势 促进东南亚的黄金市场发展 大华银行作为东南亚的领先银行 将利用其在黄金业务的专业知识 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合作 进一步提升国际黄金市场的服务系统 并促进中东南亚及全球黄金市场的连接 根据Telegraph的报道 汇丰银行计划财源数8名高层银行家 已应对成本削减及组织精简的需求 新成立的企业及机构银行部门的管理 曾被要求重新申请职位 面试已经展开 这次重组将导致数8人失去工作 并将企业银行部门的高级员工 与全球银行及市场部门的员工进行竞争 汇丰银行的首席执行官L.Heddery 正在推动一项重组计划 目标是减少3亿美元的成本 尽管该行第三季度的利润已达85亿美元 但预期利率的下降可能会对未来的利润造成压力 根据《南话早报》的报道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即将在香港 及其他亚洲市场推出其串流服务MAX 这是HBO MAX的升级版 此举事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与Netflix 及当地竞争对手抗衡 MAX将提供更丰富的内容 包括《哈利波特》、《系列及DC宇宙》等热门作品 首席执行官Parrick表示 亚洲市场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并计划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 尽管一些西方串流平台因应《国安法》 而撤回部分内容 但Parrick强调MAX不会特别针对香港市场 将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南话早报》进一步指出 香港投资者对特朗普的当选持乐观态度 认为他的总统任期会改善全球经济环境 根据一项调查 百分之七十的香港受访者认为 特朗普的政策会比哈利斯更有利于全球经济 尽管者可能会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调查还显示 百分之五十八的受访者目前将资金投入本地市场 而百分之十九选择美国市场 预计特朗普当选后将有更多人愿意 增加对美国市场的投资 这种乐观情绪与新加坡的情况形成对比 后者的受访者对特朗普的看法较为谨慎 担心其政策会对美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Nikejia报道 除着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选择了一批 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内閣成员 分析人士预测他将面对一个更具银性的中国 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马可 鲁比奥及国家安全顾问迈克 欲知都曾对中国的政策表达过强烈批评 分析认为 中国在面对特朗普的强硬政策时 已经积累了更多防御经验 并且在经济上做好了准备 以抵抗可能的贸易冲击 中国的贸易结构正在调整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 尤其是与俄罗斯的贸易有望创下新高 南话早报指出 特朗普的当选不仅令中国感度不安 也使全球对未来的政策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特朗普的强硬内阁成员可能会使其 对中国的政策更加激进 这样不经感度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 特朗普可能会在贸易上施加更高的关税 并对台湾的军事支出提出更高要求 这将对台湾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欧洲国家也在思考如何应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 并可能与中国加强合作以抵消美国的贸易压力 在香港 南话早报报道了一宗涉及微碎炸弹集击的案件 法院对主谋判处近24年监禁 这是自2019年社会动乱以来最长的刑期 该案是首次根据联合国反恐法进行起诉 而非根据国安法 主谋吴志鸿与激进抗议者组织合作 计划在抗议活动中引爆炸弹 虽然部分被告被无罪释放 但警方表示将考虑对判决提出上诉 专家认为反恐法的使用反映出当时法律环境的局限 并且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案件根据国安法进行处理 这将改变香港的法律执行方式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的私隐监察机构发现约三成的线上旅游平台 未公开其数据保留政策 呼吁这些平台的运营商应设立专责人员 以监察遵守相关法规 并将最具保护性的选项设为客户的物认设置 经过对十个旅游平台的审查 只有Agata, EGL Tours, Expedia, Trip.com和WWPK 在其私隐政策中提及数据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 Expedia在其政策中清晰列明了用户数据的使用期限和条件 并指出其会利用收集的个人数据来提升服务质素 如目的地推荐和票价分析 监察机构建议这些平台应实施个人数据私隐管理计划 并任命数据保护官以确保合规 在另一则报道中 南话早报提到香港的金融峰会正在召开 聚集了全球一些最大的银行集团的CEO 与中国高层官员进行对话 讨论刺激经济的计划 以及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影响 此次峰会的主题是 穿越变革 面对地缘政治 新的利率周期 以及人工智能对市场的影响等重要议题 副总理何立峰率令的代表团 是自2022年峰会开始以来最大的现场团队 这显示出中国对香港金融市场的重视 与会的高管们对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充满期待 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带来的贸易紧张局势下 最后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法院将对45名反对派人士进行量刑 他们因4年前的非官方立法初选被控阴谋颠覆国家政权 这场审判是根据北京颁布的国安法进行的 案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香港基本自由的担忧 随着审判的进行 许多市民提前几天排队等候进入法庭旁听 显示出社会对此事件的高度关注 法官们将考虑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 并根据不同的参与程度来决定刑罚 检方已要求对主要策或者施以至少10年的监禁 而辩方则希望能以较轻的刑罚来处理此案件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警方正追缺一名男女 他们涉嫌从一名63岁男子身上 偷走价值23000港元的金项链 事件发生在新界 受害者在元朗的东洛街被一名30多岁的女子引游 并以200港元的价格提供按摩服务 当他跟随他到一间分租单位进行按摩时 女子却突然离开 令他发现行链被偷 尽管受害者立即追赶 但男子却关上了安全集图走 警方正在调查此案 并提醒市民注意类似的犯罪行为 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 同样来自南话早报的报道 香港警方逮捕了一名25岁男子 涉嫌在新界的家中强奸其女友 这名男子在周一凌晨对女友尸暴 导致他左眼红肿和胸痛 受害者在与朋友聚会后 于凌晨二时抵达男子的住所 随后遭到攻击并被强奸 受害者在男子熟睡时拨打电话求助 警方随即出动并在现场逮捕了嫌疑人 该事件引起了社会对于性暴力案件的关注 警方报告显示 今年前七个月的强奸案件有显著上升 另据南话早报报道 警方在西区逮捕了一名54岁男子 涉嫌入室盗舌 偷走价值6万港元的现金 手标和红酒 事件发生在一间商店 警方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展开调查 并透过监控陆像追查到嫌疑人 最终在案发地区逮捕了他 根据警方的数据 香港在今年上半年报告的 入室盗舌案件有所增加 这促使当局加强监控设施的案状 以提升公共安全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的translantor by UTMB超马赛事 因为组织不善而引发了跑者的不满 赛事主任Jules Pijolet对此表示协议 11月9日的50公里赛事中 有数8名跑者在比赛中缺乏水源 导致151名参赛者未能完成赛事 Pijolet承诺受影响的跑者 将获得明年赛事的免费参赛名额 许多跑者在夜间抵达终点时 面对台风的袭击 却发现终点处几乎没有任何食物和水 让他们感到失望 部分跑者甚至向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投诉 要求退还参赛费用 组织方表示 缺水的问题源于与供应商的沟通不畅 但当志愿者发现问题后 才开始将饮料送到检查站 另一篇来自南话早报的文章介绍了 自1971年以来一直提供 传统煲仔饭的香港餐厅永学性 这家53年的家族经营餐厅 以其温暖的气氛和稳定的食物质量 赢得了众多忠实顾客的青睐 餐厅的招牌菜包括鲜炒黄曼和手切牛肉煲仔饭 顾客可以在煲仔饭中加入生蛋 让其与热米饭融合 形成独特的口感 然而 除着老板KT会的孩子们各自有料自己的生活 这家餐厅似乎注定会成为一种消失的风景 尽管在一些餐厅评价平台上 Wing Hub 升的评分不高 但仍有不少人怀念者女的独特风味 同样是南话早报的报道 著名舞蹈艺术家Daniel Young 将于11月21日至24日在香港重演他的裸舞表演 Dance Exhibitionist 这位57岁的舞者以其开放的态度和对舞蹈的热爱而文明 他的最新版本将融合更多的多媒体元素 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增强表演的互动性 Young 表示 这次从演示对自己过去的反思 并希望通过与过去的对话来接受现在的自己 尽管年龄和身体状况带来了一些挑战 Young 仍然计划以原空的方式进行表演 让观众能够在一个独特的环境中感受舞蹈的魅力 他的表演不仅是对身体的探索 更是对当代艺术和技术融合的深刻思考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陆导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陆导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陆导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子是colon6du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陆导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